道之骏又新冠痊愈,前段时间,歌手林俊杰新冠测试呈阳性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 好在人工干预没多久,他就康复了。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林俊杰与新冠博弈期间,在日本出道, 整个东南亚小有名气的道之骏又也不幸中招了。 站在公平、公正、公开的角度上来说, 颜值这块,这小伙属实算是人中龙凤,相当养眼的那一种。 道之骏又的言,属于只要你不严重脸盲,可以让你一眼记住, 并且想要了解他,男女老少通杀的那种。 正因如此,出圈之后,他一直被称为千年一遇的美少年。 4月4日被确诊新冠阳性,经过长达十余天的治疗之后, 道之骏又已经正式恢复活动。 加油吧,少年! 刘维母亲患癌去世,华晨与生母上了热搜, 医院一直是一个很残酷的地方。 有人短暂休整之后恢复健康, 有人苦苦挣扎之后,还是没躲过死神的降临。 今年2月,刘维彻底退圈,将工作室和所有工作人员全部转让。 粉丝震惊之于反问,究竟是怎么样的现状, 值得让刘维用未来当作赌注。 面对质疑,刘维没有卖惨,没有解释,也没有搞重病消费。 这挺酷的,也挺让人心疼的。 4月14日,刘维代替母亲发布了复告。 人们这才知道,消失的这段时间,她一直陪伴在重病的母亲身边。 4月15日,刘维发布了一部分视频,描述到自己的妈妈是在自己的怀中去世, 走时很安详。 字里行间的压抑让多少人泪目,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在《王牌对王牌》昨天播出的节目内容中, 华晨宇不仅现场改编谈唱了《兄弟想你了》, 还和张韶涵共同演绎了《新世界家》呐喊连唱。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 在全娱乐圈都在心疼刘维的接骨眼。 华晨宇在节目中首次谈及了自己的母亲, 以及母亲去年去世的消息。 那段时间里,她每天在医院中会给妈妈擦擦身体和擦脸。 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躯, 华晨宇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几天后,母亲去世。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跟母亲这么好, 为什么母亲临终前几天才回家陪伴? 自己亲生骨肉都不管, 突然大便活人,打起了亲情牌, 到底是真伤心还是单纯的想蹭热度? 想必各位看官心中自有决断。 张韶涵首报与母亲交恶细节, 这是真要决裂了。 张韶涵有一首代表作,名叫《梦里花》, 这首歌是这样们唱的, 就算我失去所有爱的力量,我也不曾害怕。 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写照。 王台最新一季的现场, 张韶涵第一次提及了自己的母亲。 众所周知, 他在圈里圈外口碑一直很好, 唯一的丑闻, 全出自亲生母亲, 江柔衣。 或许是自己的童年受挫, 又或是在鸡毛一地的生活中, 心里越来越阴暗。 这个母亲是极其不称职的。 不管生计, 不养女儿, 拿女儿当摇钱树, 挣来的钱全部用来养小白脸, 甚至亲手毁了女儿的星途。 即便是成为了天后, 张韶涵还依旧要替自己的母亲晚尊。 时间, 是一剂良药。 人生重新洗牌之后, 张韶涵终于有了直面过去的勇气。 如今的张韶涵遍体鳞伤, 却像在讨论别人的故事一样诉说着。 外婆带大我, 父母不在身边, 家庭环境非常不好。 我身体有点不好, 心脏出了问题, 可我妈跟我说, 她没有钱。 因为没钱, 张韶涵差点命送黄泉, 大病出狱之际, 只能面对惨淡的现实。 我家被疯了, 你能想象我是有多震惊吗? 也是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知道, 我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 张韶涵是不幸的, 遇到了一个亏欠她许多的母亲。 但她也是幸运的, 妹妹和弟弟坚定地站在了她身后, 弥补了她的情感空白。 也不知年过半百, 却众叛亲离的姜柔依, 是否有过一丝丝后悔呢? 孩子出生之后, 丈夫第三次失联, 最近大家都追剧了吗? 看亲爱的小孩了吗? 焦虑了吗? 女主杨水破了进医院, 男主回家睡着了。 嘴上说着体谅的话, 实则杨凤英为, 做着伤害妻子的事。 翻看评论区, 真实生活中的大多数老公, 都是如此。 本来, 我还将信江仪, 直到演员王东被妻子控诉, 孩子出生之后, 多次找不到人。 我开始相信, 艺术来源于生活, 且高于生活。 大家知道王东吗?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的司马福, 克拉恋人中的沈东军, 亲爱的。 好久不见中的杂志主编, 古装玄幻剧, 江夜中的夜苏, 都挺好中的柳青。 从夜多年, 他演了无数个暖男形象的角色。 但这样一个暖男, 在生活中却是一片狼藉。 4月17日, 王东妻子吐槽丈夫 找不到人的动态上了热搜, 揭开了他婚姻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我知道你或许很忙, 但是希望你百忙之中, 可以给家里来一通电话或信息。 王东妻子动态, 打开评论区, 更离谱了。 原来, 这并不是王东第一次消失, 从宝宝出生至今, 王东已经消失了三次了。 吃瓜群众顺着时间线往前翻, 发现其实早在孩子出生前后, 王东就背着妻子咨询过离婚的事宜, 还被妻子发现了。 聊天记录中显示, 王东如果定位为无业人员, 每个月给几千块钱块就能甩开娘俩。 何其心寒? 尤其是在当下疫情反复的结果眼上, 毫无经济能力的王东妻子 不仅要忍受着丈夫的冷暴力失联, 还要照顾一个孩子。 从她的动态中不难看出, 这个孩子过得不好。 长身体的时候, 最常出镜的不是牛奶和各种营养品, 而是各种各样的米糊。 4月15日, 还因为二箱纯牛奶和两包纸尿裤感动到热泪盈眶。 雪上加霜的是, 本来家里有个阿姨帮忙, 但阿姨的工资是王东给的。 可王东始终不回应, 最后还是问王东母亲要的钱, 阿姨觉得没保障就辞职了。 当然, 也有网友分析了, 王东妻子是在卖惨, 引导大家的情绪。 但我觉得, 即便如此, 一个父亲在妻子刚刚分娩, 甚至带娃期间也无故失联。 自己账号上更新着动态, 却无视妻子还孩子的质问, 躲避着婚姻的问题。 如果和妻子没有了感情, 难道对自己的孩子也可以冷血道不闻不问了吗? 柴米油盐日复一日的生活只会是煎熬, 一点点火苗就会让邪恶因子肆虐生长, 最后知凡夜貌。 在一个女人怀孕带娃这种, 最需要照顾的时候消失, 尤其可怕。 如果王东妻子曝光的事件都属实, 那现实比亲爱的小孩更苦。 这关还没熟, 不知道未来还会不会有任何反转, 咱们且吃且珍惜。 舒奇上海隔离住林溪磊豪宅, 46岁生日逢得伦眉露面, 4月17日, 舒奇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近照和视频, 并配文称, 还好有你们, 我的闺蜜们, 祝愿疫情快点退散, 愿世界都是善与爱, 祝我生日快乐, 感恩五音不全的一家人不嫌弃我, 让我一直在这里吃吃喝喝。 据媒体爆料, 舒奇目前在上海隔离, 但她没有住酒店, 而是住在闺蜜林溪磊的豪宅里。 适逢她46岁生日, 林溪磊与老公, 孩子们在家开了一个小型派对为她庆祝, 场面十分温馨。 曝光的近照中, 化了淡妆的舒奇, 穿着灰色卫衣出镜, 一头浓密的长卷发随意披散在肩膀上, 打扮居家。 已经46岁的她, 保养得非常不错, 跟刚出道时比起来, 变化并不大, 难怪至今仍有机会演女一号。 一旁的林溪磊穿着T恤, 造型简单却难演气质。 同样是46岁, 而且生了两个女儿的她, 无论皮肤还是身材都维持得很好, 绝对称得上动灵女神, 可惜她已经不拍戏, 这些年过着相夫教女的生活。